大家好 又是網上直播向左網的節目時間 未開始節目之前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為何又忘了長毛 你知道長毛立法會事務發亡 所以很多時候都身不由己 不能夠準時出席直播部份 不要緊 通常都會有一個做法 就是我先開始 然後長毛之後會加入 未開始節目之前 又或者先多謝今天幫我們做首語翻譯的兩位朋友 阿鎮和惠蘭 記住他們 如果你說今個禮拜的主題 通常我們要向左網這個節目 例如剛才在我錄之前見到毛孟靜 我跟長毛一舞之前說過說甚麼題目 或者說甚麼特定的課題 頂多都是長毛信箱有信的 基本上就推給長毛去讀 然後就在今天星期二 晚上這段時間大家關心的題目 還有可能就是曾俊華所謂打擊樓價措施 但我想打擊樓價措施背後反映到一樣東西就是 香港的房屋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種 我會說要去到問題差不多回不了頭才可以解決 又或者可能在未來的時間 我和長毛再有機會的時候 可以再講講關於香港房屋問題 我想今天大家會特別關心的問題 就是如果有朋友有留意到這個新聞報道 我想南北韓之間的軍事衝突 可以說是今天最主要的新聞 大家都知道南北韓問題 由1953年韓戰結束到現在 差不多已經接近過了半個世紀 似乎不單止沒有解決的跡象 最大問題一樣東西就是 隨著北韓內政本身那種複雜性 甚至北韓政治本身因為金氏家族的操控 而他們的權力繼承問題 又或者他們內部 即是領導權力之間的那一種 很可能建基於一種家長式統治 而導致令到整個東北亞政治 產生很多不穩定因素 甚至有人會說 今次北韓透過這個軍事行動 究竟是不是北韓侵略南韓的第一步 這個當然是言之上早 但其實有三樣東西可以肯定 就是說第一 北韓今次軍事行動背後 其實很大程度上 可以說是想向南韓 甚至去美國宣示北韓 在整個東北亞政治 仍然有一種不單止是舉足輕重 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某程度上 如果不順北韓旨意的話 很可能整個東北亞 就會狠於一個不穩局面的 這個巡視行動 我想第二樣東西 大家都可以留意這個北韓的消息的話 其實你會見到 其實南韓當局都採取了一個 比較克制的手段 如果根據現在的報導 你都會知道就是 南韓都相應發揮 若干導彈或者飛彈去環擊 但沒有進一步這個軍事行動 那會不會很大程度上 北韓今次是一個 可以說是叫做玩火的手段 即是南韓對於北韓侵略 究竟有甚麼反應 究竟南韓的底線去到哪裏呢 而最後一件事就是 去到現在我錄這個節目之前 暫時都未聽到 譬如說北京政府 或者華盛領政府正式有甚麼反應 亦都很大程度上就是 無論是北京政府 華盛領政府 甚至華東京政府本身 在面對這一個 可能有點想不到 但其實是意料之外 這件事的時候 究竟怎樣反應 也都引到北韓未來 可能會採取一些甚麼行動 或者採取一些甚麼 令你出其不意的一些動作 而令到東北亞政治不穩 但可以肯定一點的就是 即是說北韓今次這個行動 可以很大程度上 亦都可以肯定做 就是說 往往六方會談裏面 譬如我們會講到 是否滿足到北韓某些要求 譬如說糧食供應 就可以令到這個朝鮮局制穩定 或者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對於這個北京政府 寄存一個很大的厚望 就是認為北京政府 可以有能力去到 去拳制著平壤政府 令平壤政府在行動之前 可以有些克制 但大家都見到就是 其實北京政府和平壤政府本身 表面上就是 大家都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但實際上就是 隨著北韓本身 對北京政府很多的 一些無論糧食 或一些額外要求 而被北京政府 特別當時溫家寶 也拒過北韓領導人要求 提供一些額外援助 又或者其實北京政府 又或者其實在中國的一些輿論裏面 都開始對於平壤政府 產生這個厭惡的感覺 那會不會很大程度上 我們一廂情願 認為北京政府 可以操演一些角色 或者能夠透過這個六方互動 產生影響力的想法 究竟是否一廂情願 或者其實上星期 某間院校 就頒榮譽博士 給某位中國前外交家 當然也有些人 都會覺得對於 這個懂得作詞的外交家 就有很多讚譽 但我作為研究 或者看中國正事 勿難旁觀這麼多年 究竟這些中國的所謂外交家 除了懂淫私作對 放下冷語 串人幾句之外 究竟在整個外交局面 外交事務上面 究竟是 譬如說 維持地區和平 地區穩定 究竟是否真的 扮演著一個很積極的角色 還是其實從中秋水 我想大家去看中國外交問題的時候 都應該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 或者分析 所以其實中國的外交問題 北韓問題 都希望成為我們未來 向左望談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談的地方 但趁長毛未來之前 其實今天來一個節目的重點 可以說是關於這個趙連海事件 提到趙連海事件 其實大家都有留意到 有些政黨 在十二月頭 都可能都會發起一些 遊行示威 去到這個中聯辦 就依求中國政府 認真地處理這個趙連海事件 甚至釋放趙連海 我們會見到其實近年來 中國政府對異見人士的態度 甚至我們說趙連海 在某程度上都不是異見人士 他只不過是因應於公民權利 因應於他的小朋友 甚至其他家庭的小朋友 因為毒奶粉事件 而提出一些不滿 又或者我們會說 他是完全根據中國憲法 行使權力進行一個申訴 但到頭來受到北京政府的打壓 甚至是判以有罪 所以剛剛長毛來到的時候 長毛慢慢坐下先 不用急的 慢慢戴咪咪先 其實現在讀了兩封信 那兩封信其實都是關於趙連海事件 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作為 在中國土地裏面 唯一還有少少言論自由的地方 仍然對這個趙連海事件 都有一些比較明顯的反應 又或者現在這樣 長毛現在看一封信 你準備好就可以讀一封信 有兩位朋友都是講趙連海 兩位都是吳山 兩位都是吳山 真是長期捧場 長毛先生你好 北京法院張趙連海以尋釁之次罪 判了兩年半監禁 將原告打成被告 小弟感到最奇怪的是 劉夢雄去信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要求在趙連海提出上訴時 判以無罪釋放 小弟想問一下 何以劉夢雄有此舉動 他法治內心還是在造氣 還是共產黨內 仍留給政協一些空間 持反對意見 是否因此案件 只涉及毒奶粉的索償金額 而不影響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劉夢雄才敢於為趙連海申冤 這是第一封先 先講這封先 素來你去猜測人的動機 都為浪費氣 因為我都不是劉夢雄那個 土裡條回蟲 我怎知 但你從往跡去衡量 劉夢雄基本上守著這條線 其實這都是共產黨最新的線 無論你喜不喜歡我都好 我是執政黨 我不知他怎執政 是選他又不選他 其實共產黨跟大家講的一種哲學 就是存在必合理 這亦都不是新事 在普魯士崛起的時候 要見到一個強大統一的德國帝國的時候 克格爾和其他哲學家 亦都用這東西來為他辯護 就是犯存在者必合理 否則不存在 所以犯存在者都合理的時候 你就要接受他 當時當然有很多人博他 其實我記得好像馬克思和恩格斯說 犯存在必合理 但既然間犯存在必合理的時候 現在存在的反對現在的存在都是合理的 所以即是說現在這個建制是合理的 但正因為這個建制不合理 才會有反對建制力量的存在 這種存在都是合理的 所以其實在這個問題上 從一個思想方法上來講 是解不通的 即是說犯存在必合理 你一定補充就是所有存在都合理 所以所有的存在都應該有一個fair share 其實最重要就是你有沒有一個合理的權力的分享 資源的分享 所以腐鬧是存在有它的原因 或者一種力量是由健康到病毒都有一個存在的過程 這個消亡一個人其實就是辯證法的所謂正反合的一個命題的演變 當然這是思想方法的問題 所以其實林武雄的說法就是這樣 你不要理那麼多 第一共產黨存在了那麼多年 而且現在好像有些起色 它的存在當然是合理的 第二個存在是一國兩制也存在了很久 大家亦都不很想一國兩制其中的一國過來的時候 那你就要尊重別人 這個亦都叫凡存在必合理 你只要掌握一種思想思維方法 劉夢雄講的東西你就可以了解 就是你一定要接受共產黨執政的地位 而共產黨在裏面執政有些不合理的東西 怎樣呢?他認為是可以講的 但你一定要將共產黨的執政一黨專政 是作為一個永遠存在的事實 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才討論 在共產黨專制底下合不合理的東西 只要這些不合理的東西 你反對的時候是不影響最重要的 就是共產黨專制的存在 那就是合理的了 所以適合了 因為毒奶粉的案件 趙連海從來沒有說要推翻這個政權 只不過這個政權太腐朽 就說他為了要包庇一些三罪清安的毒奶粉的餘犯 亦都為了將一黨專政下面造成的官商勾結的醜態掩蓋 所以他就打壓趙連海等等家長的徹查和追討的活動 當然在這個範圍之內 林鴻會覺得這樣可以在內部調整一下 所以你說他內心又不是內心很難說 你最好就找他上來講 但他整個思想的方法 以至到他在做這件事採取的態度其實是有跡可曾 他亦跟很多人大政協差不多 不過劉武雄似乎好過其他人少少 很多人未得已收了聲說重判可憐一下他 有些就直接說不講了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就說我們一早聯署了 所以我不講了 這一種就叫做陳情式哀求式 大是大非的立場不很重要 小是小非是重要些 到底趙連海有沒有被人冤枉呢 而不是說大是大非就是 到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面 只要有公民受到不公正的對待 無論他是從事民事的訴訟或刑事的訴訟 他舉報也好他有了訴因 即是有打官司去訴訟 拿公道的事實的基礎 他們就要給他打官司 不能夠因為人打官司就拘捕人 這不是尋釁知事 因為報了案就沒有知事 你受理了就沒有知事 第二個就是言論自由的範圍 如果別人接受外國記者訪問 或者行動做示威 或者請願做報案的時候 見外國記者的時候 他有何理由尋釁知事 很明顯赵連海這件案 是對中國憲法裏面所謂人民有訴訟的權利 有監督和批評政府的權利 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權利 是完全背道而遲 對中共中央無視法制的表現 則隻隻字不提 好將收了某人的指示 打擊是小撮人 我相信可能是最近冒起來的薄熙黎他在四川 有一定實力 所以使我覺得這次權力鬥爭的結果 並非他們良心發現 要不然他們應該為劉曉波發表相似的言論 希望讀出我的意見和分析 我對他們的指示評論 當然劉曉波整件事就不同 劉曉波整件事就是 劉曉波的零八憲章 觸及到對共產黨的一黨專制的評價 亦都提出了相應的就是實行 逐步實行憲政民主的改革 跟趙連凱先生為了追究三罪清安的事 當然有一個程度上的差別 其實這都是一個問題 如果香港或中國的小市民 永遠都停留在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 即是說這件事都發生在我身上時才做 當然社會的進步是非常慢 但即使這樣也好 一個小市民只不過是為了拿回自己的公義 受到層層的壓制 受到制度性的一個迫白 其實是反映了制度的腐敗 已達到一個不可再容忍的態度 薄熙來跟其他官僚派系的暗鬥或明鬥就很清楚 薄熙來在汪洋以前管過的事 即他現在管的事重慶市去打黑 即是汪洋打黑不力 已經是層出不窮的事 其實共產黨透過對方政敵的錯漏 發動正時的活動或輿論的攻勢 打擊對方的威信都不是第一日 大家亦都無需要因為這樣有戒心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那件事本身是怎樣 哪個派系去做哪個派系不去做 是不是一個問題 唯一要說的就是 第一我們應該是秉持的良心 亦都是根據大多數人 尤其是那些弱勢社會人的利益去爭取 而不是根據他人的利益去爭取 如果這樣的時候 到底它是否權力鬥爭 已經不是太重要 阿祥姆其實剛才都透過 趙連海事件的一些觀察 無論可能重 究竟這個趙連海事件 和內部中共權力鬥爭的關係 有多大 或者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有一種想法 就是國內一些政治的變化 或者一些時機的發生 會不會都是加入到這個權力鬥爭 但是其實很多研究中國 或者都指出就是 基本上自從特別是過了鄧小平時期 中國本身的權力繼承 基本上都相對來說都是一個政治化 所以不會說因為一兩件事件 反映出會不會內部有所謂的權力鬥爭 又或者不會說一兩件事件 是動搖到某一個陣營 又或者其實有一些說法 甚至我們會說 其實所謂的權力鬥爭 只不過就是他們雙方本身的社會背景 即無論我們說到是太子黨或者是團黨都好 那不是一定是一種意識形態上面一個很大的分歧 又或者我們有些人 所以有個想法就是 我很記得當初 胡溫新政時期都寄予厚望 就是胡溫是改革派 然後就插著胡溫上 江澤民就是這個保守派 但是大家如果看回這個十年的中國政治 究竟有沒有所謂改革派 有沒有所謂保守派 還是其實大家都同一派 我想大家都應該清醒一下 我覺得一個問題在這個政黨裏面 不能夠有公開的政治派別 去反映不同意見 或者不同利益的人 就一定會變成小集團的鬥爭 沒有一定的程序去處理這些矛盾 這個很必然的 但是中國共產黨本身是一元法令 所以其實它從來沒有認為 在它的黨裏面有派別的權利 就是組織派別的權利 所以這個變了大部份的 都是要用一個小幫派的方法 或者是一個利益維繫的方法 是可以進行一些暗鬥 不可以 其實你看看 說回就好像北韓打南韓 剛剛也有說了一點 北韓打南韓 朝鮮對南韓動武 即有限度動武 即射了些炮彈蓋 雙方就搏火 你都可以了解為北韓 即是北朝鮮繼位的問題 因為很明顯如果一個國家在外邱 即是對外面有軍事衝突 或者外交危機的時候 大部份的人都不會對一個沒有經驗的人 偉而重任 因為那個是比較難處理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推論就是 今次開火只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金正恩因為委任了自己的兒子金正恩 做繼任人之後 人家不服 而金正恩已經不能夠有效控制的時候 那幫人發動一個外交和軍事危機 是令到金正恩是滋難而退 即是他甚麼是甚麼麻煩 或者倒過來說 就是金正恩要回應 他在黨裏面 或者政權裏面對他的挑戰 他現在打仗的時候 他是做三軍司令 他大權亦都會回到他那裏 亦都是可能的 而大家要明白 大家因為不明白 因為金正恩的父親金日成 已經變了神話 在北韓有辱麻到 又說金日成在哪裏出生 有吉兆 其實北韓我想是這麼多個世界上的政權裏面 是最無恥亦徹底腐敗的一個政權 所以我想大家都繼續留意南北韓的衝突 我想今天的衝突不是結束 可能是一個東北亞不穩的一個源頭的開始 因為我想接下來 無論是華盛頓政府 北京政府 東京政府 和出事那兩方 大家很多事情都很久搞 剛才你來到 我想這個星期其中一件事大家都很關心 就是蔡盈川事件 我昨天都有去過議立法會 我都會見到就是說 鄭與華局長對於蔡盈川居民 仍然都用了一種逃避 不見人 甚至有些示威者說他縮頭烏龜的態度 其實你在議會裏面其實 在和政府談蔡盈川時會否政府多人搬回 昨天鄭與華是來了立法會的 雖然間自從星期五 這個蔡盈川湖村初步成功之後 蔡盈川居民在星期五多日的下午五四五時 就去到運輸及房屋局的美麗大廈 後面集會希望見一下 鄭與華一直都見不到 是否鄭與華就去立法會的 一個兩個事務委員會的 一個聯合會議那裡解釋打擊炒樓的政策 當時他通通而過 看都看不到 我不是那個事務委員會 他當面問了五分鐘 但他都沒有反應 最初聽說他會見幾個老人家 後來連任何人都見 當然現在蔡盈川這件事去到現在 基本上 當然我猜的結果就是 其實政府遲早都會透過地政總署 真的會拆開一條村 又或者可能我都會覺得 其實都一定會有一些某個程度 或者很有限的一些武力 或者是暴力去到所謂清場 當然我想整件事會不會 覺得現在我都證券在握了 鐵路一定起硬了 村一定拆硬了 所以他是否完全可以不理現在外面的人 反對意見或者蔡盈川居民的一些訴求 第一個就是我相信政府 是誤導了幾次市民 幾次都誤導了 第一個就是 他尋求這個立法會撥款興建高鐵的時候 他講明是人性化的處理 即是說到萬事有商量一定會令到 蔡盈川搬川的整個行動會人性化 會照顧到村民的意見 會幫助他們 找地給他們 現在已經走了版 沒有做到 因為第一 現在蔡盈川面對的問題 很多種 第一個就是租鞋沒有公屋 將會沒有賠償 賠償非常差 龍會也沒有賠償 賠償非常差 少到根本是欲哭無慮 在這點上我覺得 整個拖延是政府的責任 如果政府就咬住 它說賠償很多錢 但賠很多錢不是賠給那班人 是賠給那些大業主和大商戶 因為有些人在開創 或者其次有地 實際上蔡盈川這樣以居住為目的 而去到那裡的村民來說 如果它要經營商戶的時候 當然賠償的問題 或者農民的時候 可以怎樣計算 或者是公屋 給不給它 完全都未搞定 政府是否在撒地給它 第一個問題 就是大部份那些業主 其實是知道蔡盈川的居民 是民政府撒償的 當然它是希望分一杯羹 其實實際上蔡盈川的居民 沒錯是拿了少許賠償 但其實都是非常有限 和我們所受的苦楚 和對於他們的生活環境 所以居住環境的改變 顯然是很難兩化 剛剛有幾個長毛的說法 其實大家都可能會想到一件事 剛剛最近在網上 都流傳過一種說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些人背後的背景 這個也不需要深究 但他們會說是蔡盈川的居民 就好像當年 你知道在80年代之前 其實都有很多的人 都可能住在這個母屋區 或者當時母屋區 從法律來講其實不合法 其實都是淺檢的 所以其實如果政府拆了母屋區 政府是沒有需要負責你居住的問題 甚至我們會說你愚蠢某間木屋 你也不知道這間木屋其實是不合法的 如果你不幸運 被政府拆了 或者不小心把貨消了 政府不安置你 是應份的 所以其實有些人 就會用這個這樣的事 例如蔡盈川的居民 去問政府拿賠償 或者拿地 根本是一個貪得無厭的要求 但如果大家都有留意到 第一件事就是 第一件事 是否剛才我所說 當蔡盈川的居民 好像寮的居民那樣 就可以將這件事 居民的訴求 或者居民居住 這麼多年背後的歷史 經歷完全一不露去 這是其一 我想第二件事更加重要 其實整個蔡盈川事件背後 你也會見到的一件事就是 政府其實 只不過很快想將高鐵工程上馬 於是其實它僱用的 可能是一些幫政府手 將整個高鐵計劃 宣傳得妥妥妥妥之餘 其實甚至將當地居民的訴求 不單止是透過這個 和主流無底之間的一個協議 也好 或者大家又默契也好 是醜化 不報導 又或者甚至是很大程度上 政府很公然地 就說這幫人拜著快地 又不搬走 妨礙著地球轉 這種說法 似乎又有些 香港人覺得可以接受 所以其實整個問題本身背後 我想不單止只是局限在政府 蔡盈川的居民 甚至是當中 參與其中社會民分子的部分 我想甚至整個香港 香港人本身背後 你們住的地方 未來都可能市居重建 或者可能你層樓過了五十年 要抄 但是不可以說一聲 一個就是說 我賠了少許錢給你就算了 你不回到幾個格格 幾個格格的話 那你連錢都沒有給你 或者在你遷出的時候 甚至用很多不同的理由 你又覺得你不搬走 妨礙著地球轉 那會不會 如果當蔡盈川的問題 好像是別人的問題 不關我們事的時候 你想一想 香港未來很多地區 會市區重建 拆樓的時候 你拿的賠償不夠 根本賣不到一層樓 又或者甚至可能就是 你得不到一個應得賠償的時候 如果政府都用同一個理由 去污衊你 抹黑你的話 那到時誰幫你呢 所以我想其實 去到這一刻為止 大家去理解 蔡元川事件的時候 當然你透過主流媒體 可能都是報警人 跟著沒有說 但是如果大家想想 如果蔡元川居民的遭遇 和你未來遭遇 可能是息息相關的時候 你會不會再選擇 即是 漠視 沉默 甚至是選擇 這個完全不理 所以無論看完這個節目的朋友 開始關注蔡元川事件 或者重新審視意願報道 去重新認識蔡元川 反高鐵整件事件來說 我想最重要一件事就是 在這個年代 或這個時候 政府大量去做一些 經濟發展的工程 項目 計劃 背後 究竟得益的 是不是你呢 你答不回答這個最簡單的問題 如果心中有數 其實你並不是一個得益者 甚至某程度上 整個發展背後 你的犧牲 甚至你被無理地剝削 其實是有可能發生的話 我們再應不應該去相信 發展財善硬道理這一句 即是這一句說話呢 好了 那就是 高鐵的問題 我想大家在跟著這段日子 仍然繼續留意 又或者其實 我想很多網民其實都在Facebook 或者Inmedia裏面 都會有留意到關於 這個蔡仁川的消息 不如我講一點 因為其實 大家可能是不了解的 問題是沒有解決的 因為政府就說賠了很多錢 實際上我剛才講過 就是賠了給些大地主 和一些佔地很多的商戶 如果農民來說 因為政府的心目中 完全沒有農業 所以它對農作物的股價是偏低 是 股價偏低的時候 即是說它是用一個更加低 一個非常遠低於可以接受的價格 去剝奪生活方式和賴以維生的手段 這個自然引起很大爭議 以前都是這樣 我都做過很多次這樣的個案 只不過現在蔡元村是十目所示 而他們由於長期抗爭和高鐵的抗爭 令到他們在市民心目中成為其中一個焦點 這是第一個所謂未解決問題 第二個就是尋村 政府初頭說是人性化的 即是給他們一條村 但現在村就尋了 但政府不幫人搞一個問題 就是那條路的問題 大家要明白 他們買地還要買入去的路 但那個業主私自開大口 要幾十萬才買到地方進去 買到條路進去 如果沒有那條路的時候 萬港萬潘又住一年起家屋也有問題 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完全沒有做到任何事 第三個就是政府為了宣示它對蔡元村 已經擁有了恢復地權 隔兩星期就做一次摧毀農作物和拆屋的行動 因為整個工程計劃是有安排的 其實現在應該是利用現在的空檔 盡量和村民解決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住戶又沒有公屋 他認為你沒有居住權 因為那些是非法的 這真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實際上這件事是每天發生的 在舊區重建裏面事件的政策都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一個租客的話 如果你是符合公屋的資格的時候 你就排隊 不符合又沒有 他精力的土地是以所謂發展的名義 也有強迫已經將門檻降低了 以前是九成的業主現在八成的業主 這些全部都是有利於藉著舊區重建的房子 令到地產商或者從事地產的機構 可以在市區裏面找到一些資源 或者土地來發展他們的業務 當然是非常殘酷 將自己的快樂建築在他人身上 所以其實蔡元村只不過是反映了在權貴和平民之間 巨大的差異和不平等 這種不平等和差異其實是在我們的制度下 是用法律的認識寫下下來 所以這個很明顯是敵得敵在大家的心思 剛剛講到蔡元村 其實大家都知道很多舊區都喜歡重建 其實剛才蔡元都講過 當然可能有些重建比較大規模 講到很久之前的起貼街 又或者現在講到觀塘舊居重建 本身居民的安置各方面問題 其實仍然都留了很多很多 無論居民的安置 商戶的安排各方面 仍然都留了很多美邦那裡是未解決 還有很多未解決 但大角咀的問題未解決 因為到底政府如果強行 一定要在大角咀十幾棟樓的下面走線的時候 到底政府會不會應該 應該就因為施工而引起的沉降問題 或者其他問題是做風險評估和賠償沒有解決 華景山莊沒有解決 所有高鐵有機會經過的地方沒有解決 現在高鐵要火速上馬 固然是因為已經延遲了很久 就是他們看上來 因為現在我們要建立一個一絲事生活圈 現在看賣樓 大家如果坐地鐵都見到 尤其是坐那些富貴站、中環、金鐘 就是說有個私人屋苑連住九龍堂 有一個所謂九龍堂的生活圈 我們建立這些東西 而高鐵本身也變了一個地產項目 原因是高鐵的完善沒錯 因為高鐵沒甚麼站 所以沒辦法在站變成地產項目 但總站是這樣的 因為高鐵的總站就是在我們講了很久 香港人經常說不可以變成地產項目的西九龍隔離 西九龍沒錯 因為大家反對之後 地息比率和住宅和商場的比率是小了 但如果你因為高鐵站是在高鐵隔離的話 即是說連成一片 這個港鐵是經營高鐵的公司 如果要上蓋便是他 即是連成一片 所以其實大家留意到 無論去到去年一段時間 開始反高鐵示威 甚至去到今年其實去到蔡元村居民的抗爭 我們會說其實和土地相關的一些糾紛衝突 無論是農地 無論是市居重建 在未來會不會是成為了特區政府 和香港市民之間一個新的社會矛盾呢 可能大家都會聞到那一陣脫 已經是 所以我想如果你說現在 譬如說最近大家都知道 這個地產商本身 在市民眼中已經覺得 是一個完全是一個霸權 又或者令到其實政府 特意要整個關外基金 希望透過關外基金 希望有些人捐錢贖罪 而令到很多香港人覺得反而還反感 再加上現在土地本身的問題 最後兩年 這個節目下個星期已經12月 2011年就到 其實大家留意到 曾特首做多一年多基本上都已經退任 而很多人都會猜到 最有可能成為曾特首候選人 現在基本上有兩個候選人 一個是阿棠 一個是阿英 無論阿棠阿英做都好 我想當然我們會說 如果阿棠做的 基本上可能都繼續一種比較 說得好聽一點叫做中庸路線 或者叫做熔律路線的話 可能很多社會矛盾 不單止是沒有解決 甚至是用很多唐而王之的理由去包裝的話 可能香港社會究竟會發生到一個什麼田地 大家可能估計不到 不要說那事 說2012年世界末日 如果你說阿英做的 會不會你看到他最近 這麼多的言論動作 似乎被人覺得有一種 會不會是 會不會他沒有什麼機會做特首 所以就 反正都不行了 本性無特學什麼都敢說 那無論如何都好 在整個香港這樣的政治格局 就是一種缺乏代表性 缺乏民意授權的政治體制 再加上背後他要服務 沒有這麼多既得利益者利益的情況下 我想如果你要香港社會和諧 我想你發夢那時候就有可能 但現實上都沒有什麼大大可能 所以其實中共政府說的社會和諧 或者是特區政府提倡的共融 其實說天下無敵 做就是無心無力 因為很簡單一個人都已經餓到皮包骨 沒有錢開飯你還跟他說 不如這樣吧 好啊我們買些豬肉來吃吧 吃飯真是沒有什麼營養 沒有意思的 還要是那些吃粥水的人 把粥水倒在一起去買塊肉 來一起分來吃那些浪費 所以何不食肉味和以不足鳳有餘 就講完這個故事了 希望下一集和大家再見 也希望吳先生繼續寫信給我 好 拜拜 下星期見 拜拜